謝謝各位的朋友大家好 這是我第四次還是第五次 來到這裡耶 對不對 OK好 非常親切耶 我必須要說一件事情 黃玲啊 我好好奇 你喉嚨到底長什麼樣子 要切開看一下嗎 好想 戴招的話 對對對 他轉音技巧太神奇了這樣子 是還可以嗎 應該很多人都很好奇這件事吧 就是說 你到底那個轉音啊 神奇的技巧怎麼練的 我覺得天賦吧 其實也有點關係 對不對 但是練習還是可以 如果慢一點轉的話 OK 有些人就轉不好啊 轉不好就轉不好 你是轉得很順的那個 就突出轉得好的人就好了 是喔 對不對 有一種鋸齒狀的轉音這樣 轉不好有沒有 然後他的爬盒這樣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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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有沒有 這是很有趣啊 學習轉音的過程 但你不要走那個路數 我拜託你 為什麼 你要好好走你的路數 會搶了公靈娜老師的飯對不對 沒有 還是不一樣這樣 OK好 其實黃莉她剛才自己有說 她其實這個 對台北並不陌生這樣子 對啊 對台北好幾次了 但是事實上其實 說真的 這次發這張新專輯 其實心情還是不太一樣對不對 心情很過癮耶 因為這一次是我成立個人工作室之後的第二張全新的專輯 然後也是非常開心有種子音樂的大力支持 是是是 但是不得不說後面有一個好的團隊在幫著你 然後讓大家一起完成一張很美好的專輯 是很幸福的 超幸福的 對不對 OK好的 那當然其實在這張專輯裡面還是不可避免啦 它最神奇的轉音啊 跟黃的技巧還是在 可是呢其實也有很多人 因為其實大部分像台灣的朋友 是從這個網路上開始認識你比較多 星光大道啊 之前有去踢館 踢館過 對 然後這個其實大家還是覺得 如果能夠現場聽到嗨歌的話 那應該有多好多 對我沒有在台灣唱過現場版的嗨歌 你認真的嗎 就是看你一下沒有 真的喔你可以嗎 你現在可以嗎 當然啊 還是你要從最前面那個 不要啊 那個精髓部分是轉音 好…OK 那就為大家示範 嗨歌這首歌中間轉音的部分好不好 可以啊 好各位朋友 黃靈要示範轉音大絕學 來請 OK 你不在 我不在 你 誰還會在 好啦 掌聲鼓勵 謝謝 我記得第一次去星光大道的時候 桃子姐也有讓我唱一點點 一點點 沒有那麼唱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就是大家 只要是現場見證到你轉音功力的每個人看你的表情 大概都是成呆子樣子 真的嗎 會很想打我嗎 不是想打你 沒有 因為你轉音技巧太漂亮了 像我剛剛在台下看你唱歌 那你要學一下嗎 那你要學一下嗎 好難喔 試一下 好特別喔 我就跟你說不要在那邊偷人現眼 OK 再唱一次 再唱一次 好 講你的 對 真的 好 我們還是交給黃靈好了 好了 謝謝 OK 好 再給黃靈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謝謝大家 現場聽應該很過癮吧 對不對 OK 好的 所以說其實這個並不是每個人天生都會的 這需要一些天分 然後再加上後天的努力這樣子 對 對不對 OK 好 其實到台北來好多次 當然其實在台北也結交了一些好朋友 對不對 有啊 有 有不少好朋友嘛 對不對 這次來台北也是自己一個來的嗎 還是跟好朋友一起來的 跟工作人員 團隊啊 好朋友就在台北幹什麼樣一起來 就歡迎我就好了 就歡迎我就好了 想念一些台北的好朋友嗎 想念啊 想念是不是啊 嗯 有人錄了一段VC他給你看唄 是誰呢 我也不知道是誰 看看 跟他現在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就關係很好 好朋友 然後只是平時沒什麼互動 最多的互動到底 因為有一種好的關係是 不需要那麼頻繁的交流 就彼此就能get到對方 我懂我懂 就是說其實就算兩個人 關在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就各自在玩各自微博 你也不會覺得尷尬的 也是有可能啊 是啊 OK好 不過其實他剛才有說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他認為最好吃的東西 在台灣啊 最好吃的東西 就是楊媽媽做的東西 我相信耶 對不對 他之前就會跟我說 你來台灣 一定要去我家 吃飯啊 來玩什麼的 對下次再約楊媽媽一起來好不好 就做幾道菜給你去這樣 讓我來品嘗一下 好啊 楊媽媽的那個好手藝 我還真的蠻期待 好奇對不對 好的 所以說今天的標準答案就是 他跟楊宗偉是好 一樣 然後最想吃楊媽媽做的東西 對吧對不對 對 但是呢這個 吃楊媽媽做的好東西之前呢 我們這邊也是很有誠意啊 對不對 我們這邊今天準備了一些 台灣的道地的美食 來請您品嘗 但是我聽說一件事情 我聽說你吃素的 不是吃素的啊 真的啊 對啊 為什麼吃素的 因為我喜歡小動物 我不想傷害牠們 是 但是我知道蔬菜也有生命 所以我吃的時候就會 就是感恩一下 吃的時候 之前都還要先倒 對 因為想要切開牠們的時候 牠們可能會痛 痛這樣子 蔬菜 西蘭花媽媽媽會心疼一下 西蘭花媽媽媽 或是西紅柿會痛這樣子 有可能 OK好 我們今天特別為妳準備了素食料理 好 OK 好 我們今天特別來 請上這一道美食 其實這個對於我們來說 並不陌生 但我不知道 妳喜不喜歡吃 這個叫做蘿蔔糕 對 我好像還之前沒有機會 吃到過台灣的蘿蔔糕 真的喔 港式蘿蔔糕有過對不對 有 OK 妳要不要品嘗一下下 可以啊 蘿蔔糕是有很多 先吃一塊 待會牙上黏的都是 你要吃慢一點 因為攝影大哥要捕捉妳的鏡頭這樣 來 麥克風我先幫妳拿好了好不好 來來來 麥克風 好 來 俏皮 俏皮 高冷的吃蘿蔔糕 高冷的吃蘿蔔糕 不要亂CUE好不好 性感的吃蘿蔔糕 怎麼吃 你試試看性感的吃蘿蔔糕 有人說了嗎 亂CUE 你知道嗎 OK 好 很美味 很好吃對不對 真的很好吃 但是現在是 可能放比較久涼 我覺得熱了會更好吃 熱了會更好吃對不對 OK 好 謝謝妳 謝謝 好的 好 我告訴妳為什麼要請妳吃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其實在我們這個 閩南語台灣話當中 有一個不一樣的寓意 它叫蘿蔔糕 台語叫做菜桃粿 菜桃粿 妳想到什麼 是不是菜跟桃都很貴 是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博得一個好彩頭 對 那我們是希望這一次妳發了這張新專輯 能夠有個好彩頭 就跟剛才楊宗偉說的一樣 專輯的銷量一飛衝天 通常聽到這邊 不是要掌聲鼓勵嗎 謝謝大家 真的非常的謝謝 所以妳現在知道 吃菜桃粿的意思就是博得好彩頭的意思 好 一定會有好彩頭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其實這張專輯 其實在剛開始開案的時候 妳覺得製作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比較稍微困難 或是妳覺得特別難忘的事情 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嗎 很多耶 譬如說選歌的部分 有自己想一開始就很喜歡的歌 然後會跟公司的朋友商量 他們有覺得可能這首歌 不一定是最適合我的 是不是不要這首歌 然後就會有意見的不同 然後就打起來 互相扯頭髮 等一下 會打起來 看一下 就是會有一個商量的過程 就很好玩 然後這張專輯所有的歌 都是在Home Studio完成的 基本上就非常的自我放鬆了一個錄音的過程 妳錄音的時候 配唱的時候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習慣 譬如說有些人就一定要拖光的腳丫子錄音 對啊對啊就身上不能有很多累贅的東西 然後要光腳 然後最好是很暗的光什麼的 比較有安全感的狀況 點一個蠟燭啊什麼的 好有feel喔 對啊就很詭異的那個狀態 就很有感覺 妳剛才的意思是妳在配唱的時候都穿得很少 不是 對啊就是要性感一點 會出汗 會出汗對不對 對啊 可是每次配唱的過程都是過癮的 是啊 一定是很開心的 OK 但也有很想沙拉製作人的過程 因為製作人要求很高 每一張專輯都會有這樣的階段 沒有可是我不得不說 特別是製作你的專輯 我相信大家對於這個品質的要求都會很高 那第一個就弄到誰呢 第一個就先弄到你啊 因為妳是歌手 對 偶爾被這種虐的感覺是蠻幸福的 可是過了之後應該成就感都還蠻高的吧 會啊 就是自己的小孩誕生了 誕生了有沒有 誕生出來 出道到現在12年了好不好 有很多次的成就感 但今次的成就感更不一樣 謝謝 OK OK 來來來來來 謝謝 慌嗎 就是我喜歡玲玲已經就很長時間 就是從10年開始的時候就很喜歡你的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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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 也可以假裝哭 不要這樣 他真的感動啦 他是一個 我記得他是一個老師 對 就從暑假期間 抛出來 就是 希望你的新專輯可以大麥就可以 讓更多的人聽到你的歌聲 然後越來越多的人喜歡你 我們會一直支持你的 謝謝 而且你們對我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動力 我會一直加油 可是啊 這不是我愛打斷你這樣子 我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因為剛剛從這一段短短的話當中 我就抓出了一個語弊 你說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黃靈 10 2010 207年就出道你知道嗎 他前三年在幹嘛 他失憶了有可能 就 可能 OK啦 我那時候還是 不要偷偷逼人 沒有 沒有 我應該這樣說 其實像我們有很多的朋友 是到最近才認識黃靈的 我們都不嫌晚了 對不對 就像昨天我去錄憲哥的節目 我通常說 我就很晚才認識你 現在開始入坑吧 對 大家都入坑吧 什麼時候都不晚嘛 對 OK 所以說一直就支持著靈靈了 對不對 好今天還有帶 這是 這是之前好像是 我在上海跟周深的 森林奇境演唱會 對 大家都說 後來還有 以前是我的粉集 這燈是不是沒電了 要記得充電 有電嗎 有電嗎 你真的有耶 謝謝 好 好 最後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在這個記者會當中 跟黃靈說的 有沒有一些祝福啊 他發了新專輯啊這樣 嗯 就是黃靈的歌聲就像 陳釀一樣 就是 越喝越香 越喝越有 希望大家聽了之後 都能沉醉其中 醉入心靈 哇 很會耶 謝謝 對不對 跟專輯明星一樣 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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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 醉上這一杯 大家入坑吧 再一次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恭喜 來 謝謝你 現場所有的 媒體朋友說的這樣子 嗯 當然是非常謝謝 你知道媒體朋友非常忙 然後來到 我的新專輯發布會現場 然後也是 最期望的一個事情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 呃 用時間去聽一下啊 這張專輯裡面的每一首歌 然後 也想聽到你們的反饋的建議 是是是 然後也會繼續 呃 做一個好的歌手 是是是 繼續加油了 這只是第一個十二年而已 未來有更多的十二年 等著你去開拓 好不好 好 這個跟大家講 七月三號其實這張專輯 已經全球正式的發行了 請大家多多的支持 黃靈這張最新專輯 就叫做 謝謝 謝謝黃靈 謝謝 謝謝大家